昨天我在刷B站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 说给Vlogger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拍Vlog 花好多钱买器材 剪辑很费时间的没有人看 所以就是建议新手就不要做Vlog 然后在下面给那个博主留言 我说感同身受 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回复 他说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再拍Vlog了 等你有十万粉的时候你再开始拍 我心里就想就是这是什么一种建议啊 这就好像你对一个喜欢唱情歌的人说 你不要唱情歌了 没有人听你唱情歌 你先去唱点儿童歌呀 美声啊 让别人喜欢你 然后你再唱情歌吧 这个思路真的是很奇怪 虽然我不是什么大up主 但是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你喜欢什么事情就去做什么事情 而不要为了你喜欢的事情 去牺牲你的时间 去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情 而且在我们上网的过程中 你会就是经常接触到这种负能量 其实我自己内心的负能量 已经够多了 如果别人在直接就这样一句话压下来的话 可能你就直接被压垮 有时候我睡觉前我都会问小张 我说会有人喜欢我做的东西吗 不管我 每一次问他 他都会说会的 总有一天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也经常这样 都给自己一些鼓励吧 不要总想着坏的方面 今天是周日 今天呢要去参加小组 meeting 就是大概就在一起画图 可能要画一整天 现在我要去 Humble Ray 就是一家吃brunch的店 因为我组员说 他们要先一起吃个中饭 然后大家再一起去画图 要不然就会没有画图的动力 感觉自己今天的妆画的还挺好看的 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给卧餐打的高风 下一周就要开始presentation 我的闭设这个场地呢 实在是太大了 感觉我怎么做都填不满那个场地 只要熬过下周一和下周二 我又可以好好的跟视频 我都尝试了 我现在要出门去把之前就是前两期看展的礼物呢寄出去 这个是CALS的奖品然后这里面前面是看刘伯林的奖品 然后总共有这么大这么一大整招 这就记不了 啊为什么 就文件外里的不会出门的 外里的都不能记 啊这种的 对 为什么呀 就这种报复老官 很郁闷的是他们不让记文件 就是我那个奖品里面的本子不可以记 然后帽子和手套就每一个要加10块钱的水费 我和小张近期也没有回国的计划 所以我只能找一个朋友帮我们带回去了 现在我来了Daiso买了两个三脚架 这个是之前我在Daiso买到的一款还蛮好用的面膜 就是它里面一共有40篇 然后可以用超久 可以拿一个乳液 现在是晚上 11点半 明天要教我们的笔说的作业 然后我现在还在画图 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图都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把它摆到两张A网上面 这一块 这一块是我的模型 然后呢目前我只做了三分之一的部分 这一整个就是我的LUMI模型 我做的是一个植物园和游乐场结合的一个公园 然后这个是直上直下 这个是过山车 然后这边就会有 这边就是过山车 然后这边还有 跳台 跳水的 猫里奥一直在陪我熬夜呢 猫里奥 小宝宝 这个做完了之后 明天就不需要早起了 明天我应该可以一直睡到10点 11点 然后去打印 就 之后就有时间剪视频了 假期总是如此的短暂 现在居然已经三点多了 然后我 妆还没有卸 澡还没有洗 已经到好了 然后大家晚安 早上好 刚到学校附近 然后今天呢就是presentation 接下来我要先去把我的作业打印出来 然后呢再去买我最喜欢吃的almond croissant 我刚出门的时候呢 实在下雨了 现在呢 雨已经停了 就今天天上的云非常非常好看 刚才我坐车的时候就拍了一点点 会本宝宝 我刚才能说 什么也会想出炭吧 我又会想出炭吧 那我没想出炭吧 刚才能说的 我会想出炭吧 现在我还要全身 我都没有改变 我呆在建论 我还要在建论 我还要在建论 to cover my thoughts don't want anyone to cross my thoughts tired i'm tired i'm feeling so tired tired i'm tired will i hold it last